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荒野求生挑战了 本来两人在小岛上吃着炭烤哥斯拉 享受着美味海鲜大餐 可结果导演带来了前男友去世的消息 让这位深情的女士痛哭流涕 甚至直接放下了50万美金的求生挑战 一旁吃瓜的搭档直接就萌了 难道是你的现男友不够爱你吗 这个渣女名叫安吉拉 别看这瘦弱的样子 她可是曾在伊拉克战场 带过两年半的女人 退伍之后跟丈夫结婚有了三个孩子 只不过环和前任经常有联系 可真所谓是不风流妄为女人啊 这次来参加挑战美契约 是治疗在战场上的创伤 可谁知道她是不是来看看 荒野求生里面的猛男帅哥 最后节目组给出的评分也有6.9分 而她的搭档相信看过前几集的小伙伴 都会感到眼熟 没错她就是之前为了守护漂亮妹妹 而去节目组帐篷内偷东西的史蒂夫 不过有趣的是她也参与过伊拉克战争 只不过是个海军 要不然两队友光着身子见面可太尴尬了 这次参加挑战就是为了一雪前尺 最后节目组给出的评分也有5.4分 这次两天挑战的地点位于巴拿马的加勒比海岛上 毒蛇和鞋子是岛上最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还有附带剧毒的绿线挖 燥热的太阳和潮湿的环境 也让来到这的挑战者叫苦不迭 一段时间后两人成功会合 得知史蒂夫是自己曾经的战友后 安吉拉瞬间就轻松了许多 两人带的东西并不多 只要打火器 砍刀和一口大猛锅 根据地图显示 他们得沿着河流前往靠海的小溪生存 这一路并不好走 还得注意路上怠毒的动物 走着走着就差点一脚踩在绿线妈上面 并且还有倒塌的树木阻拦去路 史蒂夫吹嘘起了自己上一次挑战有多么关心队友 甚至还为了他放弃挑战 这一下就给安吉拉的心给吸引了 他说这样的好男人不能为自己所用实在太可惜了 继续走了一段距离后 他们感觉到口干舌燥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清澈 现在他们面临着要么冒险喝 要么脱水的场面 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决定喝几口 而不远处也正是他们寻找的大海 海面上波涛汹涌 看来下海捕鱼有点困难了 史蒂夫决定回去一些距离在大海和小溪之间搭建庇护所 远处的乌云意识今晚很有可能会下雨 两人赶紧收集搭建庇护所需要的材料 不得不说这当过兵的人执行力就是高 仅仅一个下午就把庇护所和党羽棚给搭建出来了 并且还在晚上给火生了起来 看来今晚不用被蚊虫叮咬了 到了挑战的第二天 虽然他们没有被咬 但地上潮湿的环境也让他们难以入睡 所以今天打算建一个穿架 这样远离地面就应该会好上不少 其实这本该是个简单的事情 可结果安吉拉非要建造两张床 因为身为处女座的她不允许陌生男子碰她的身子 然后两人就开始争吵 就这样 一件简单的事情 瞬间就变得复杂了 最终史蒂夫还是被安吉拉的坚持打败了 但要弄两张床 还得把庇护所重新修建的更宽 之后又收集了一些芭蕉树当床垫 躺下去睡着的感觉还非常不错 到了晚上两人正在火堆旁取暖 结果一只蝎子突然窜了出来 但当史蒂夫拿着木棍准备降服她时又消失不见了 真可惜 要是抓到了多少也能吃点夜宵 到了挑战的第三天 他们来到这里还没有吃上任何东西 于是史蒂夫来到海边 想获取一些食物 不过这海浪多少有点凶了 并且水利的能见度非常低 史蒂夫吓到水利除了海底的石头之外 啥都看不见 思考一番之后 决定去水量较小的上游看看 安吉拉得知消息后 还打算再准备一些道具 因为来时路上的石头非常各角 所以她用树叶和藤蔓做了一双人自托 穿上这个就不怕被划伤脚底 然后感染上病菌了 尽管准备得很齐全 但这一路还是走得非常艰难 并且上游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水是没有那么汹涌了 但鱼也没见着一条 他们兵分两路来寻找鱼的踪迹 希望能看见回游的蛮鱼或者寻鱼 不过这一路看上去连个鱼毛都没有 好在安吉拉发现了一处水潭 里面有几只小鱼在游荡 既然知道了鱼的位置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很多了 不过这次他们又发生了分歧 安吉拉想留在这里 制作一个鱼篓抓鱼 但史蒂夫却说这里的鱼太少了 还难捕捉 不如去上面看看其他的情况 最后两人又是被迫兵分两路 明显是史蒂夫的决策对一些 在荒野如果安于现状的话 资源迟早有一天会用完 不过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惜他最后也没能找到什么物资 然后在太阳快落山时 灰溜溜地回到了安吉拉这 最终其他东西没抓到就算了 连一开始水潭里发现的鱼都没时间补 两人又因为这件事情在路上一直吵 但刚回到庇护所就发现了 让他们眼前一亮的东西 一只格斯拉幼崽出现在眼前 史蒂夫犹如疯了的恶狗一样 直接就冲了上去 三下五出二就战胜了格斯拉 这可别让海底纳只听到消息 到了晚上就准备享用美食了 虽然这份量不多 但吃起的的味道是相当不错 要是之后每天能吃上一只这样的玩意 那五十万美金不就是手到心来吗 有了美食的两人也并是前嫌 时间来到挑战的第四天 安吉拉还是想制作鱼篓去捕鱼 而昨天还非常抵触的史蒂夫也上来帮忙 看这样子他们昨晚指定是发生了点什么 最后在两人的一阵摸索下 也是给鱼篓加工了出来 然后来到小溪的流水处摆放好 要是运气不错的话过几天就有大鱼吃 不过现在更麻烦的事情来了 史蒂夫发现远处天空中的乌云正朝这边飘来 看样子是由一场暴风雨来袭 他们知道这意外着什么 现在得抓紧时间弄些烧火的干柴 和收集一些芭蕉叶扩散挡雨棚 一番忙碌之后 大鱼已经下了起来 而庇护所这边因为加工的及时没有任何损失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就出意外了 狂风夹杂的雨水直接从侧面吹到了他们脸上 好家伙 这真是防不胜防啊 到了挑战的第五天 安吉拉这边的鱼篓有了收获 虽然就一只小龙虾 那这说明还是有用的 结果拿出来是被夹了一下手 气得他直接给钳子拔了 然后直接丢入锅中煮熟 不过这两确实有点少得可怜 并且还要分给两个人吃 好在味道很不错 安吉拉表示 再来一斤都能给他全部消灭完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节目组在第七天早上带来了前男友因病去世消息 这一瞬间安吉拉感觉整个人都崩溃了 没想到竟然会因为参加挑战 而没能吃到前男友的喜 不是 是没能见到前男友最后一面 他就忍不住痛哭起来 虽然我感觉到了嘴角的微笑 最后安吉拉也是伤心的退出了挑战 想赶在前男友烧成灰之前 拍张照发朋友圈 这就可怜旁边吃瓜的屎弟负了 一开始还有点想笑 可结果几分后遭遇的就是自己了 不过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挽留 毕竟人家为了吃个喜 都哭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你走就走吧 把打伙食一并带走 又是怎么回事 急得史蒂夫在庇护所里一整乱转 现在这火种都变成不能熄灭的奥运火炬了 不过相比于这个 他还是更加害怕孤独 史蒂夫白天一直找事情给自己做 哪怕是那些毫无意义的事 但最难熬的还是晚上 独自一人度过本就漫长的夜晚 就跟在学校上你最不感兴趣的课一样 令他没想到的是老天爷并不给他一丝喘息的机会 到了第九天天空直接下起了大雨 这突然起来咋遭遇 让史蒂夫完全没有时间加固庇护所 唯一的火种也在这次雨中被灵犀 并且到第十天的时候 还因为经常搓搓眼而导致被感染 吓得节目组赶紧拿眼药水给的滴一些 为了防止他在手欠去搓 他们还给史蒂夫戴上了眼罩 刚开始他还觉得没什么 照样去收集需要的木柴烧火 但久而久之问题就来了 成为独眼龙之后看东西总是只能看到一半 这样还怎么进行接下来十多天的挑战 并且火种熄灭之后 就再也没有升起来过了 记得史蒂夫只能躺在石头上取暖 最后到了挑战第十二天 他终于坚持不下去了 直接拿起电话呼叫了节目组 看来这血洗前耻最终还是失败了 虽然不想承认自己是求生界的小菜 但事实就是他再一次挑战失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如果安吉拉没走的话 他们能挑战成功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